兄弟们大家好 我现在来到了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塔石干 我后面这个圆顶的建筑是他们当地最大的一个把闸 就是你来到塔石干这个地方一定要去看一下 具体有什么东西呢 我也不知道 现在的话我就带你们去看一下 这个门口有非常多小商小贩推着推车 这应该是一个超级大的一个集市 从来没来过 这树上有个小孩挂在这树上 小心别摔着了 大圆形建筑 里面到底是干啥的呀 兄弟们 这个应该是侧门 要走到前面 前面是大门 我走前面看一下 现在天气冷了 我在塔石干这边的话温度在五六度吧 今天穿这个衣服显然是不够厚的 这边是一个集市 卖什么鸡蛋呀 卖什么肉啊 鸡肯两万 两万就是13块钱一公斤 这是什么牛羊肉 厨余一下1500块钱 就是将近38块钱一公斤 还行 这价格不贵 这是羊肉 羊肉稍微贵一点 羊肉是40块钱一公斤 20块钱一斤 这个肉啊 蛋啊 对吧 相比国内来说的话还是比较便宜的 走 我现在带你们去里面巴扎看一下啊 我现在来到了这个巴扎的门口了啊 第一次来 所以说我也不知道里面有啥 咱们看一下吧 我在网上看了 说这个巴扎是当地非常有意思的 一定要来打卡一下 我现在知道了 这个地方是一个菜市场 我看很多人他们拎着那个大包小包 就是从这里面买的东西 然后回家了 看看都卖些啥宝贝啊 这都是些卖肉的地方 卖肉 然后这是些卖那个蔬菜 就是卖那个面条的 卖那个粉面的 兄弟们 有点意思 再到前面看看吧 这怎么很多人都在卖那个鸡肉啊 这也是卖鸡肉的 这全是卖肉的 我的妈呀 这牛排看起来不错 兄弟们看 这牛排大马 我去兄弟们 这个不是一般的牛肉 我刚才搞错了啊 这是卖马的肉的 这个你看一下啊 这是卖那个马的肉啊 问一下大哥 马肉多少钱一公斤 哦 8万块钱一公斤啊 和人民币的话 53块钱一公斤啊 这卖啥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骨头啊 卖这个骨头的 我在这个市场里面看到有那个马的肉啊 这些美女在卖啥 卖那些奶制品啊 这是奶制品 哇 这条全部都是卖那个奶的 这区域的话是卖一些这个什么酸菜 泡菜 乌兹别克斯坦的泡菜 逛了这么多国家 我发现这个西红柿也可以变成这个酸菜啊 有意思 这里面的话就是一个卖肉的卖蔬菜的啊 没有别的了 兄弟们看看啊 搞了半天 我来这个巴扎是想看看 看能不能卖一些什么稀稀古怪的宝贝 结果一过来的话 这里面就是一个卖菜的啊 看来这个导航确实有点这个问题啊 有点意思 这是那个 这是那个马脚 这个就是马的那个蹄子啊 这还比较软 这条街里面全部都是卖马肉的啊 在这个中亚呢 这边吃马肉会比较的这个平凡 你看它这个上面写着有那个马肉肉排 还有那个马的瘦肉跟那个马肠啊 这是马的那个蹄啊 马蹄 我比较感兴趣这个马的脚 在这卖多少钱 方法区王区的啊 一个多少钱 8万块啊 厨余1500 很贵 等于 啊 兄弟们不贵啊 在这里买一只马的这个腿的话 就是53块钱啊 搞不定 50块钱一个马蹄啊 50块钱一个马蹄啊 够的够的 比我的这个拳头还大啊 超大的马蹄 兄弟们我从这个哈达克斯坦 一路吃到了乌兹别克斯坦啊 今天终于在这个菜市场找到了这个马肠 看一下啊 这个就是我们经常在那个餐厅吃的那个马肠 它是用那个肠里面包裹着那个马的肉啊 来看一下这多少钱一斤 How much one kilo 大哥说这个语言我也不懂啊 来来来 13万一公斤啊 我去这个有点贵啊 除了一下1500啊 我这个乖乖 兄弟们86块钱一公斤 86块钱一公斤的马肠啊 合人民币的话就是43块钱一斤 这大姐问我是哪个地方人 我是韩国日本人 我说我是中国人 我后面这个肠 就是我经常在那个餐厅里面吃的那个马肠啊 肠子里面包裹着那个马肉 还有那个筋肉跟那个肥肉啊 这玩意特别贵啊 在当地的话属于这个天花板了 你看这边有很多人 围着这个地方买啊 占了半天也不买 因为这个东西太贵了啊 这东西很简单 你只需要煮了就可以直接吃啊 没有任何难度 马肠这个东西是个宝贝啊 如果说你们来中亚的话 我真的推荐你们去尝一下 这个东西特别好吃 我现在上二楼去看一下啊 二楼的这些商饭 全是卖那个干果的 什么开心果 杏子啊 花果啊 还有包括那个腰果 这个在中亚国家特别常见 二楼主要就是做这个银身的 兄弟们看一下啊 这个葡萄干 这个干果 花生米 各种各样的干果 在这个二楼售卖啊 这是当地最大的一个巴扎 它算是一个穷顶啊 然后底下的话是很多 比如说商贩卖那个什么肉啊 卖那个什么奶啊 蛋 就是卖菜的一个地方 兄弟们 我以为在这里面能卖到什么宝贝啊 结果我一来我就发现这个地方 它好像就是一个卖菜的地方 卖各种菜 请我吃一个是吧 谢谢啊 刚才吃到我嘴里面那个东西挺好吃的 我回去买一点吧 我又回来了 very good 就这玩意啊 兄弟们 他刚才给我尝了一点 我吃了一下 这是那个奶制品啊 来个二三两吧 评论太多 OK了 看你那么热情的份上 我就照顾一下你的生意吧 小老弟多少钱 八万呀 八万是多少钱 七万块钱啊 好的好的 你说七万就七万 我觉得你应该不会坑我 你要坑我的话就算了 动不动就给我very good very good very good 你看我这没有多少钱了 very good very good 哎呦 我就只有这么多 你给我来这么多吧 退点吧 哦 我不用吃那么多啊 我吃不完 主要跟着大哥没法交流 他就只会yes ha los ha la show 没了 这个商场我就逛完了 这个这个巴扎的旁边 有一个小的巴扎啊 这边是卖水果的啊 这苹果真的是亮啊 亮晶晶的 他们这边苹果不打蜡的 你看这苹果长的多好看 你见过这么长的葡萄吗 这葡萄是真的长啊 兄弟们看啊 这葡萄跟我那个 跟我那个什么小拇指 差不多长了啊 非常长 兄弟们 这个市场的话 我就逛完了 在这个网上看的话 这里面说是有非常多宝贝 我来看一下 看能不能逃到一些工艺品 结果这里 它就是一个菜市场啊 旁边的话是一个卖水果的啊 这个巴扎我已经替你们来看过了啊 如果你要买菜的话 来这边旅居的话 这边适合来买菜的 买一些生活的基础物品 其他你要买什么工艺品的话 这里面肯定没有啊 那么我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到此结束了 兄弟们 明天晚上呢 我们会去乌兹别克斯坦 去品尝一个当地特色烤肉啊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